小寶就说 爸爸 你要去哪里 我要跟你去 小孩子今天不适合 今天我吃人家的瘦蛋 瘦酒 五郎在做谁 到时候你乱讲话不行 爸爸我要去 我一定不讲话 我只吃东西就好了 真的吗 爸爸我拜托你好不好 说 好吧 自己小孩 好了不要乱讲话 那穿衣服吧 赶快跑去就去了 一道一道菜吃 小朋友真的很乖 都不讲话 一直吃 鸡 鸭 鸭 鸭都不吃 吃到最后 你知道都有风俗喜欢 瘦桃要上 哇 瘦桃真的热热 上了粉红色的 来 休休休休 休牛起来 跑中间一放 小朋友就终于讲话 爸爸你看 热热的屁股 好可爱 全桌的客人都听着这样 吃着 小孩怎么那么好 心里是在放嘀咕 对啊 看他爸爸怎么教导他 他爸爸就说 小宝怎么乱讲话 什么热热的屁股 说了说了就把一个 这个塑膠拿过来 一拨开 哎呦 里面还有大便 这个是骨鸡的 哎呦 这个好 哎呦 哎呦 我教授你 的